汉江临跳 楚塞三香街 京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 俊逸浮浅浦 波澜洞远空 襄阳好风日 流醉雨山翁 汉水流经楚塞 又接连折入三香 京门会和九派之流 与长江相通 汉水浩瀚 好像是流到天地之外 山色朦朦胧胧 远在虚无 飘渺中 沿江的俊逸 恰似浮在水面之上 水天相接的边际波涛 激荡滚动 襄阳的风景 确实叫人陶醉赞叹 我愿留在此地 陪伴长醉的山间 平溪 诗主要写泛游汉水的建文 涌叹汉水之浩渺 首帘写汉水雄浑壮阔的景色 由楚入香 与长江九派会合 为全诗渲染气氛 汉连写汉水的流长渺远 山色苍茫 轰脱了江市的浩瀚空阔 井连写俊逸和远空的浮动 渲染磅礴的水势 墨连引出曾认 争男将军阵守 襄阳的近人山茧的故事 表明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 全诗格调清新 意境优美 在描绘景色中 充满了乐观情绪 给人以美的享受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 历来为人们所传颂 不愧为千古加剧 作者王为 西元699年至759年 自摩洁 太原 金山西省太原市人 九岁之属辞 唐玄宗开原九年浊 尽是第一 观给世中 两兜县 为贼所得 服药扬阴 贼凭定罪 以宁必持诗文于行在 特幼之 观至尚书幼城 宫草丽 上画 名胜于开原 天宝间 宁 薛诸王 戴若诗友 有别墅在网川 常语陪迪 有其中 富诗未乐 丧妻不娶 孤居三十年 上元出族 年五十九 请不吝点赞 打赏